建造業議會安全信息,洪水橋一地盤發生火警。 2024年4月9日,洪水橋一地盤發生火警,懷疑有工人於地庫進行火焰切割期間引致。 不同的作業活動在建築工地進行,往往有機會養成火警,影響工地和附近區域人士的安全。 建造業議會提醒各建築工地,應辨識所有可能發生火警的情況並制定防火安全措施,從預防方面積極著手,減低火警發生的機會。 防火措施包括 實施業工序許可證制度,確保施工位置附近沒有異議物品。 妥善劃分物料存放區,分門別類存放物料。 避免在室內和地庫儲存容易著火的物料,例如,俗稱珍珠棉的隔熱物料。 設物在工作地點儲存多於豁免量的危險品,例如,豐梅。 設立異然物品的管理制度,以確保異然物品存放在合適地方,儲存量亦適中。 定期清理工地廢料,避免過量積聚而導致火勢蔓延。 委任防火專員及定期進行消防演習。 最後僅基於所有工序開展前進行動態風險評估和工地現場簡報, 並於管理人員妥善監管下施工,如發現現場環境或工序有變,應立即停止工作。 時刻造足相關安全措施,生命第一。 請進入安全錦囊手機應用程式後,進入安全資訊,內下載及瀏覽最新一期建造業議會安全信息。 請進入安全地貨科室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